各位观众朋友您好,今天的每一字,给您介绍的是一个波字,巨波的波。 波字的国语注意是,波哦波,四声波,波,四声波。 波是用力使东西分开来说,如波开,波裂,分波,都是剖裂的意思。 张衡的西京府,剖裂毫离,波及分离。 这是说,剖裂判断非常的精密,虽然毫离之为,肌肤之文,都能够分得清清楚楚。 巨波就是大拇指,孟子滕文公,于齐国以众子为巨波焉。 意思就是,在齐国的世人当中,我必定推重陈众子为手指当中的大拇指。 于是后人,就以巨波一词,比喻出人头地的人,或者是指大人物而言。 波化是处理分析,而加以经营计划的意思。 波科则是一种写字的方法,用大拇指虎口握笔写大字,与写小字的方法是迥然不同的。 所以也有人说,波科就是大字。 波这个字,有人把它念成了P的音,这是不对的。 读P的是另外一个字,字形是这样的。 它的国语诸音是,波译P,四生P。 P是用手垂胸的意思。 如P勇,就是垂胸顿足,形容人极为悲痛的样子。 不过P也可以当作开来说,如P开就是分开。 此外,还有一个掰字。 国语诸音是波埃掰,一生掰。 掰是用两只手将一件整个的东西分开来,是个很口语化的字。 如《红楼梦》的第六十四回当中写着。 方官说着,便把手内的膏掰了一块,扔着都去而完。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,巨波是绝对不可以念成巨P的。 而这个掰,虽然属手部,但是习惯上,写的时候不做挑手边, 仍然以这样的掰为正体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里。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再见。